妈,你还记得当时我怀孕时求您留下来照顾我吗? 可您却执意要去照顾你的宝贝女儿 是你们说让我妈来照顾我的 现在我要给我妈养老 你不配 花花和小刚是去年结婚的 现在花花已经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了 记得当时小刚第一次见到花花就喜欢上了她 后来就开始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没过多久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刚出生在一个小县城 家里条件还算过得去 她平时性格比较闷 不怎么爱说话 但她还有一个妹妹 性格和她完全相反 每天都大大咧咧的特别能说会道 因此小刚的母亲对这个女儿也比对她更好 而花花家庭就很贫困 她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干活养家 因此也养成了她勤劳踏实的性格 刚开始婆婆和她女儿听说 小刚找了一个农村女孩 她们很反对觉得花花配不上小刚 但是小刚最后执意要和花花在一起 她们还是如愿以偿地结了婚 结婚之后 小刚和花花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过得很开心幸福 但是每次去到婆婆家 婆婆和小姑子都会对花花冷嘲热讽 看她很不顺眼的样子 妈 你们不能这样 花花现在是我老婆 你们要把她当家人一样 你们这么对她 她心里是很难过的 小刚在母亲面前也是极力地维护花花 奈何根本说不动她们 花花每次去玩婆婆家都要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地难过 这时小刚走进房间 花花你别难过了 今天别做饭了 我带你去外面吃吧 别去了 这个月还没有发工资呢 我们省着点用吧 没事 花花只要你开心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老公你真好 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小姑子大学毕业 就带着男朋友回家了 说是要和男朋友结婚了 小姑子男朋友是个条件很好的男人 据说是一线城市的富二代 不缺钱 家里房车一堆 在饭桌上的时候婆婆笑得眼睛都快没了 当时小姑子的富二代男友还对婆婆说 阿姨 登岛结婚了 你就和我们倒打城市居住 因为这件事 婆婆还特意连彩礼都没管对方要 又过了几个月小姑子结婚了 婆婆也如愿地准备和女儿一起去大城市居住 可是这是花花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小刚想让她留下来照顾花花 妈 花花还有几个月就生了 需要个人照顾 我们也不会亏待您的 您就留下来吧 我要去照顾你妹妹 她马上也很快要怀孕生孩子了 你媳妇我管不了 小姑子在旁边帮腔道 是啊 哥 妈妈没用照顾她 她应该回娘家找她妈啊 小刚听了母亲和妹妹的话很生气 这时花花忽然霸气地回对道 我可以让我妈照顾我 以后我也只给我妈养老 你休想以后我和小刚给你养老 说完小刚就和花花离开回家了 回到家后花花哭得很厉害 她感觉自己很委屈 花花我带我妹和我妈向你道歉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既然她们已经表态了 再要求也行不通了 虽然我可以出面 强行让我妈来帮忙带孩子 但你们怎么相处啊 要不就让你妈辛苦一下帮帮忙吧 之后你不给我妈养老也好 不跟她来往也好 我都依你 听到小刚的话 花花心里有了点安慰 不管怎么样 自己老公对自己还是很好的 婆婆进了城之后 也没事情做 每天就待在家里 而且十分喜欢插手小姑子夫妻两个事 本来这不插手还好 一插手反而让夫妻两个矛盾越来越多 后来小姑子怀孕生孩子 女婿本来就想着反正岳母也在 就岳母照顾的 结果岳母反而不想带 家里那么有钱 找保姆不就好了 后来小姑子和她老公吵了一架 最后女婿妥协了 每个月要给岳母五千块钱作为报酬 让她照顾孩子 而且到了大城市之后的婆婆 消费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拿到了女儿女婿给的银行卡 每天闲得无聊就去购物 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都会买 少的时候几百多的时候上万 其实别看女婿有钱 但结婚之后就没怎么管家里要过钱了 所以也不是钱多到没地方花 女婿虽然心疼自己的钱 但是为了家庭的和谐 还是选择睁一眼闭一只眼吧 但是岳母花钱的却变得越来越过分 有一次女婿在上班 收到了好几条银行发来的消息 世岳母又刷了卡 这次刷的数额很大 好几笔都是几万块的 这下子女婿终于忍无可忍了 晚上回家和小姑子说 我人不撩了 你妈怎么罚钱 是不是把我当妻宽急了 让她走吧 不得我久只能和你离婚了 没有办法 小姑子为了自己的婚姻幸福 只好把母亲给赶走了 但是母亲还不高兴 说小姑子夫妻没良心 结果女婿也生气了 整个多年 你待我家吃喝不臭 让你慈喉一下自己女儿多远子 你还要欠 给你多少欠都不够 你九十个无敌懂 睡院一样你 你就去睡家吧 小姑子也无奈地说 我老公说得对 妈 你这两年真的太过分了 我们家虽然条件还可以 但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这么花 我们真的受不了了 这之后小姑子就把母亲赶走了 结果没办法 母亲只能回到老家去住 这时候又天天给小刚夫妻两个打电话 动不动就是要钱 要不就是要东西 你们夫妻两个应该给我养老 我女儿不中用了 只能靠你们了 妈 你还记得当时我怀孕时 求您留下来照顾我妈 可您却执意要去照顾你的宝贝女儿 是你们说让我妈来照顾我的 现在我要给我妈养老 你不配 不是婆婆不懂事 而是不懂事的人成了婆婆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